弟子是出家中,发心受持,沙密吕仪,想请问师父,上面有许多,比如下床吃饭沐浴,入寺等需要念的咒语,一定要念吗?还是念佛就可以,应如何观想?念佛就可以。 可是这些仪归意义精神一定要懂的,沙密吕仪不是很容易做得到的,所以我劝导大家,你先落实弟子规,再落实感应品,落实事善业, 然后沙密吕仪就很容易做到了,等于说上楼房一样,沙密吕仪是第四层的,你下面一二三层没有,你就想到第四层是很不容易的事情,一定要循序渐进,一层一层向上提升,这是正确。